大家好,我是蓝雀,今天来看最新离谱日剧 《我与战俘及战俘的男友》4到5集 上期结尾爆炸操作,小美发现老公和周平继续纠缠 这时啥情况?阿生想和周平断干净,说不想让老婆难过 周平当然不同意,少废话,让我来吻扶你,一吻就心软 阿生完全不受控制,被拉去酒店,还被人拍下照片发给小美 就是这么乱,小美一看发照片的账号,名叫善人 正是大善人,做好事不留名吗? 小美依然很怂,美感正面揭穿,阿生做贼心虚,狂洗手 看来用手做了不少事情,夫妻又陷入胶着 小美照常去上班,怀孕的女学生求合照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女学生怀的不会是周平的宰吧 那就更离谱了,小美又收到大善人消息 这照片相当狠,酒店名字拍得清清楚楚 同事忽然出现,问小美发生了啥,这种事当然不能说 女同事也没多问,小美急了,直接冲去酒店 这是要单场抓奸吗?并没有,小美还是走了 走着走着碰到周平,剧情又离谱起来 周平很兴奋,是来找我的吗? 小美亮出正妻身份,让周平离开老公 周平访问,如果我不存在,你们夫妻会幸福吗? 小美说当然幸福,周平可不信,说小美不是真的幸福 表情已经出卖了她,叫小美别再骗自己 操作真的离谱 阿生那边也遭暴击,小美的同事找到她 自我介绍后直接出击 前几天在酒店门口看到阿生和男人一起 看来发照片的大善人是这同事,他想干嘛呢? 同事告诉阿生,周平是他学生 要是被小美看到,后果不堪设想 阿生赶紧说明已经和周平分手 准备和老婆重新开始 小美上网看视频,小姐姐的老公也喜欢男人 但他俩关系很好,最后没有离婚 小美的情况也差不多 同事听说小美和阿生和好,感觉很开心 请阿生不要再伤害小美 这波操作发挥作用,阿生不见钟影 怎么都联系不上 小美找周平问阿生的下落 周平也不知道 两人手拉手找人,发展越来越离谱 终于在铁轨天桥找到 小美一把拉住阿生,千万别跳啊 阿生表示不想自杀,只是没脸见人 周平再来稍操作 要不我们一起自杀? 折扰你嘛,你绝对是来捣乱的 周平操作为什么这么炸裂? 他的经历特别复杂 第一个喜欢的是男生 第一个交往的是女生 对他来说性别没那么重要 喜欢最重要 一年前周平还住女朋友A家 女朋友B打电话约见面 A吃醋不让他去 周平不高兴 交往前不是说过 不只喜欢你一个吗?A顶不住 谁能接受男朋友爱别人?B能接受吗? 周平说B能理解 理解是理解 打电话约见面不就是吃醋吗? 好像是这个道理 A暴躁起来 爱一个人会想独占他 正常人绝对不想和别人分享 周平一脸失落 对不起,我不是正常人 对他来说 即使有喜欢的人也可以和别人交往 在他心里,这不算出轨 都是真心的 这真心正常人并不认可 男女朋友纷纷抛弃周平 无家可归的周平碰到亚莎西的阿生 周平觉得这男人笑容很熟悉 和喜欢的老师小美很像 瞬间有了好感 聊着聊着 周平说自己不正常 大家都讨厌排挤他 这话戳到阿生 不自觉上手 说自己小时候也被排挤 气氛焦躁起来 周平来个大大的拥抱 他俩就这么好上 后来才知道阿生是小美的老公 同时爱上夫妻 事态逐渐失控 看阿生这么痛苦 周平提出个刺激的想法 要不咱们三个一起死吧 一了百了 不愧是日本 日子过得真不错 周平带两夫妻上天台 来吧我先死 欢单倒下 这是什么鬼操作 小美和阿生也跟着倒下 要不要这么文艺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拍MV 周平叫大家啥都别想 好好躺着就当自己死了 关键时刻肚子推动剧情 文艺青年也得吃饭啊 天这么冷再也躺不下去 周平主动把阿生围围惊 看到这一幕 小美提出个刺激的想法 不如去我家吃东西 乐他面走起 周平果然溜 自杀只是缓子 加入这个家才是真正目的 吃饱睡好 小美再提刺激想法 不如再买个碗 三个人一起住 反正都死过一回 啥都能接受 小美说阿生是好人 不会轻易出轨 肯定是真心喜欢周平 他不想破坏老公的感情 阿生需要周平 但他也不甘心 还喜欢阿生 想和他继续过下去 干脆试试 三人一起生活 这说法 尽到两个男人 气氛相当诡异 小美提喝一杯 越喝越上头 劝都劝不住 周平问 三人同居会有问题吗 小美爆炸 肯定有问题 但终币啥都不做强 小美最倒 周平很感动 他告诉阿生 刚才小美手抖的厉害 高中时 小美帮他说话 让他考美术学校 也抖的厉害 看得出来 他一定用尽全力 才做这决定 阿生感动哭了 应该早点告诉小美 还夸小美帅气 这是什么狗血发展 周平搬进小美家 开始三人同居 小美定下规矩 租金两夫妻会出 周平不用担心 但要分担家务 小美还给周平找工作 阿生姐姐是漫画家 但周平给他当助手 包吃住 还介绍工作 待遇相当不错 长得帅就是不一样 小美出去买菜 周平和阿生 阳台调情 当年阿生发现 自己喜欢男人 不敢告诉老婆和家里人 只能和周平倾诉 周平贴心安慰 同性恋并不可怕 气氛焦灼起来 小美回到家 看到他俩在阳台乐聊 居然有点开心 转头看到桌上的话 看起来周平很喜欢阿生 小美找周平聊 我们喜欢同一个人 没想到周平说 以后不会再和阿生睡 这是啥发展 周平说不会再做 老师不喜欢的事 因为 阿生沦陷直接上口 小美会沦陷吗 以上就是四到五集的内容 这三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CPU已经干爆 看预告 小美又有奇葩想法 说自己一直和阿生睡不公平 这是想干嘛 一是阿生的姐姐登场 她觉得小美想坚持两个男人 闺蜜的同居男友 似乎对小美有意思 这关系太乱了 我已经放弃猜测 感兴趣的点个赞 评论回哥还要看 记得光读大蓝雀 天天都能爽 我是蓝雀 拜拜 鸡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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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猜